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糖一个某男区的希望APP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常驻七虎的相关攻略 APP我不会去推荐大家抽某某角色 因为常驻角色无APP 并不是说推荐了大家就能抽到 300发的自全五星每隔一年半载也是填不上的 所以说到底能获得哪一个角色完全看缘分 好吧 本期主要是让大家最起码能知道 我抽到的这个角色他是干什么的 他应该怎么玩 毕竟新手持大家肯定是要抽的 所有人都最起码可以从里面获得一个五星角色 先来看输出角色吧 燕青、机子、克拉拉 他们三个都算得上是传统意义上的输出角色 其中燕青侧中对单 自带双爆加成 但是倍率较为一般 出生机制吃护盾 大招启动也比较困难 140点的能量需求全由最高 机子侧中对群 倍率同样较低 固有天赋也比较麻烦 需要多次击破弱点才可触发 日常轻杂完全够用 但是在面对精英怪物时非常吃力 克拉拉既有对单也有对群 倍率也不高 反正常驻角色基本上都这样 不会把数值给的很夸张 策划要留出来一部分上升空间 给限定角色 但是相比较前面的燕青和机子 克拉拉有一个好处是 他有嘲讽 他所在的队伍生存能力会比较强 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嘲讽反伤的机制 他的出伤比较磨叽 在一些追求效率的关卡 体验可能不是很好 再来看辅助角色 布洛尼亚无脑增伤怪 含有进化和拉条提速的功能 算是一个泛用性拉满的角色 可以灵活的穿梭于各个配队之间 正所谓流水的C位铁打的辅助 这种全方位辅助角色 很难出现完整的尚未替代 瓦尔特俗称老杨 其实他不能算作是一个纯辅 他还带有一定的输出能力 算是一个C辅吧 在罗刹时装之前 全由唯一的虚数角色 光凭这一点抽到就必须得练 其核心作用是给怪物推调减速 从而减小己方的生存压力 以及快速结束战斗 最后两大顶级生存辅助 杰帕德目前全由最强顿斧 白鹿目前全由最强奶斧 这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队伍里面必带的生存位 只要拥有它们 绝对可以让大家度过一个 安逸的前中期 到这里想必朋友们 已经对常住七虎的定位和作用 有所了解 那么问题来了 抽到以后哪个值得练 哪个又不值得练呢 阿普我的意思是 最好全都练 开服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处在一个 推图开荒的阶段 而常住七虎在这个阶段 都有着各自的作用 只是考虑到角色的保值率 到了游戏后期 一些角色可能会沦为仓馆 但是刚开服就考虑这个事情 太早了 所以为了能帮助朋友们 愉快的度过前中期 常住七虎最好还是都练一下 而且崩铁这个游戏 它是存在弱点机制的 练的属性越多 在面对怪物的时候 就越容易拿出克制属性 刚开服 大家能获得的角色 普遍偏少 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五星 还不练 多亏呀 那么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下一期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 限定角色 警员和戏儿的抽卡攻略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留心一下 UP主的后续更新 那么最后 愿朋友们在抽卡的道路上 好运连连 金光多多 十连不外 早日满魂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线关注 长安三连 支持一下UP主 就先在这里 谢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Respect 这次一定关注 by bwd6 节目